在台湾政坛人称金小刀的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普聪许久没有公开露面 特别在选前的10天帮无党籍的议员候选人增线迎站台 金普聪解释说有跟其他党籍候选人沟通过了 是谁让民众这么兴奋原来是政坛金小刀又出窍 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普聪选前10天付出 陪国民党无党籍议员候选人增线迎扫市场 只不过增线迎国民党内初选落败 金普聪这回反倒没帮党籍候选人拉票吗 像中佩军也是好人才啊 我也帮他助选过 我这次也特别有跟他先沟通过 我说我们需要更多好的人才 不过金普聪许久没有公开露面 2022选前最后阶段出现 绿营议员质疑冲出江湖很让人惊讶 是不是要回归操盘2024总统大选 没有我觉得民进党绿营永远有他的说法 但是我们坚持走我们自己路 因为只要开大门走大路 心情坦荡 这个面对所谓外面的这些 风言风语不必挂在心上 要外界不要过度联想 但毕竟金普聪是总统马英九时代重要幕僚 就在选前黄金周还会跟马英九出席 同一场活动 马前总统已经会 这个在礼拜六的时候呢 会来参加他的活动支持征线营 选战打得火热 候选人请出压桑宝 就看是否宝到未老 记者分享宏会财台北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